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郑维彤直先对阵陆伟涛 也是向甲季后赛当中第一场的对局 好 我们来看这对局 红方兵器进一 黑方走炮二平三 对 先指路队足底炮 然后红方走了又马二平三 这也是一个比较冷屁的走法 郑维彤确实年岁不是很大 但是成绩非常的突出 与他这种用功是分不开的 是的 郑维彤也成为了旗届最用功的一个人 是 他的布局非常的熟 而且都研究有素 对 录伟涛来自我们经济联队 这次经济联队最终也是取得了第六名 对 应该说也体验了我们综合的水准 大概就是五六七八的位置 这两年都是取得的第六名 但这盘棋我们比赛当中 包括我跟严文青老师 我们两个教练都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队局 帮这个队员也进行了一些总结和分析 就把其中的一些感受分享给大家 这是他们第一场的比赛吗 就是第一盘 然后足三级一 当然这两个队争夺还是挺激烈的 陆绿涛是先输了一盘 后来赵建宇又战胜张学潮 又拿回了这一盘 其中蒋川也是很明显 差点翻车 对于红爱的也 最后一盘棋是金波是西败给许行川 就是那个棋金波最后也都不是输棋 但是由于可能有盘棋不对 当然广东队还是比我们要实力更强一些 但是确实也出现了一些机会 这个丢失也有点遗憾 红方走石榴镜五 这个赵维彤就是确实他很善变 能够在大赛当中敢于走这些足 就是弃足放着对方这个足子过来 这个也确实需要这个胆识 你光胆量也不行 你还要有对齐的这种理解 就是说你还能够掌控住这个局面 你光有创新 但是你后边的招跟不上 这个就不是创新了 所以说郑维彤确实这方面还是很 郑维彤他知识这个变化 应该也是之前应该没有人下吧 类似这儿的棋是有的 类似这儿的棋 但是完全一样的 确实比较罕见 就是说郑维彤这个棋 就棋而论 它肯定是黑方是可以的 黑方毕竟是多了这么一个足 但是在临场当中 特别是面对 你没见过的这个队当中 那么你黑方要处理好 这个就是需要你 这个战术素养比较高 因为郑维彤肯定是有备 是的 他先手这种骑兵 骆维彤来自我们河北队的选手 他是无备 那他就是反映了他自己真实的水平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 怎么去处理 是 马尔基尼一 正常出紫 这个调编码是可以的 红方就是走得看起来很悬 他就是真不吃这个足 他就又把炮跑了 黑方局一平二 红方反正也看起来漫不经心 对 但是确实里边也有一些文章 这个其实就是说 等于黑方有这么一个国族 但是他又不肯的轻易计 因为你一拱他又怕他蹬他 你就不知道怎么走了 然后呢 他飞向 对 黑方不像 然后红方就抛进尔 红方也走得很稳 对 郑维彤呢 这个棋呢 就说 他是等于呢 这种近身的肉薄 表现得非常好 在这盘棋当中呢 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展示吧 就是说这个棋实际他也没有太多的棋 但是呢 由于比较新 让对方呢 会花费了很多时间去思考 对 然后他又凭着这个自己比较过硬的这个中后局 然后来寻找这个战机 是的 他这个策略呢 应该说在这盘棋呢 还是运用的非常的成功的 对 因为毕竟是20分钟加5秒的棋 对 他这个实战真的是很快 他很难做到说 能够下得很准确 所以说 你要是花很多时间的话呢 那你后期时间可能会很紧张 也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可能 好 这个棋 陆伟涛临场呢 就没敢下足 对 他选择了一个 这棋如果下足的话 他是 走马三星丝 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 感觉可以选择的也很多 这种棋 这种仙人指路真的是非常灵活的一个变化 一个布局 对 跳马 那我 你这个足 我敢不敢再走 再走他可能打你 再走开 然后再打我 对 确实 他有看不清楚 对 他有看不清楚 那他黑方走马一三 他就想这样比较简单 他怕这个足被利用 然后 红方呢 也不走什么悬变的招 他就是 直接 把这个足就打掉了 给换掉了 对 那么黑方就接受 接受换掉 我觉得因为在这种 本身就是属于快齐的这种 对局当中 黑方这么选择呢 也是挺好的 就是把子力简单化嘛 就后面好掌握了 飞掉 对 他向我进7 这会儿这个陆卫涛啊 这个走的这个旗 我觉得就是不好控制啊 嗯 这个金波呀 当时挺清楚的 他是马八进6 对 我的第一眼可能也是走这个 就是他的手走呗 是 你居边上我就居酒屏霸 然后下方就屏炮 给你对居 因为你这边慢嘛 因为郑卫涛呢 大家知道都是抢手啊 对 这个还是希望呢 这个他又开仙呢 希望我们的队员呢 能够发挥的比较稳定 起码先立于不败 是 然后这个马八进6呢 就看上去没毛病啊 嗯 实战当中呢 这跳马就还可以蹦出去啊 对啊 嗯 他走的足迹 就是说 这个陆卫涛呢 就是想 他这样是想迅速的 把这个局面简化吗 他想把这个局面打开 打开 对 他不是简化 简化不了 嗯 虎方 那还正常冲掉 嗯 黑方 他居二进4 先气候取 他吃 对 虎方马二进3 马三进4 他吃掉 对 这个都属于比较正常 嗯 就是说 那黑方呢 等于把这个居呢 杀出来了 虎方居一平二 来捉这个炮啊 嗯 这个炮的位置呢 他走了一个炮阿平6啊 对 因为他炮阿平7 感觉 虎方退向 然后你那个马 还是受压 对 他这个马跳不出去 他有马丝进 我踩霜 反正陆卫涛呢 这个思路呢 走的也是很奇特啊 嗯 他送完这个兵以后呢 他这么来对炮 对 应该说也是别具巧思 是 你打掉 我就先又一个先期后取 对 把子力简化了 对 对 打了以后 居一平六 就基本上这个棋呢 就很简化了 嗯 然后红方呢 肯定是 不是很情愿啊 对 他就肯定可以换 选择啊 四进五 嗯 因为这个棋呢 如果你去抓 他有炮色平五 嗯 然后你抓呢 这个马武器三 有些这些先手 黑方又看不清楚 对啊 所以黑方就选择了 狙击平六 这招棋倒是 简化 嗯 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 这招棋是较为正确的 嗯 那么红方肯定不愿意换 换了以后呢 这个棋红方尽管多一个中兵的 但是子力简化 嗯 不如意取胜 是 红方就选了一个 百荣宝 保持复杂 对 炮四平五 然后黑方 这个局面下 他实战走 十六进五 对 我想他这能不能 马八进六这么出来 马八进六呢 是正确的 嗯 这个临场当中呢 然后马拐角 我跟严明星老师 我们都说 这个棋肯定得跳马了 嗯 跳马赶居有平七 盯着红方这个底下 不让这个二路居动 嗯 黑方的这个棋呢 应该说阵型呢 也是很有弹性 嗯 应该说黑方 基本上没有懂智慧 少一个兵呢 但是红方的阵型呢 也有点灵惯 嗯 红方这两个项 起码他没连上 嗯 你不摆中炮呢 红方又没有太多的攻势 对 所以说马八进六 就比较理想 你跳马他居住平七 哦 他也牵制 将来我还可以马六军四 嗯 必要的时候 我还有马三进五 马三进一的这些手段 对 时代当中呢 就是陆伟涛呢 这里走得有点脱鱼带水 嗯 他可能想把局势走得更 更厚一些 先补一个 对 红方上马 这个棋啊 主要是容易给人错觉 嗯 所以说这个 下相棋的选手 也在不断培养一种意识 嗯 叫什么意识 就是说你要有 啊 时刻有 这个省局夺势的这种意识 对 知道现在的特点在哪里 知道未来的发展在哪里 嗯 当时黑方补试呢 可能就觉得问题不大 是 但是当他补完试以后呢 他还应该在马八进里 他又抛了卷 这个动作的就太慢了 是 为什么说他没有省力夺势呢 嗯 因为当时这个棋 他在这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问题不大 对 但是当这两步棋走完了以后 黑棋就突然发现这个棋 有很多的危机了 嗯 为什么红方这个子力啊 一发力啊 就太厉害了 嗯 然后红方呢 下不棋这个进军太厉害了 是 但是他在这个局面下 他在跳马 可能就心理上有点不太肯了 就是这样马路就少了 那也比他实战要好 嗯 不管那个怎么样 也比实战要好 如果因为炮了卷二这个棋啊 走的有一点 这个没有必要 不知道这个退体炮要干什么 下的有点绕 退体炮 然后再拐脚嘛 对 就是说这个动作太慢了 简单的说就是黑方这个动作太慢 嗯 两军打仗的时候 你老在后防呢 嗯 吊你的粮食 吊你的枪械 对 然后前边的炮火都接上火了 嗯 那红方就动得太快了 是 红方一正马就出居 红方啊 这个棋啊 两个子一动啊 就是立体弱势 嗯 这个棋主要这个马的位置 尴尬 对 因为你往这跳 这个棋呢 就是很危险 他红方将来回马 嗯 他一回向将来就憋你这个死马 是 这个棋就比较平均了 对 这个马路就很尴尬啊 现在啊 对 那么黑方呢 实际上是马8-6 然后红方就 G6-6 嗯 黑方就马6-5换掉 对 红方就炮5-4 打掉 打掉 保留中炮的攻势 黑方就马3-1 嗯 看起来黑方也有些反击 嗯 但是郑维彤呢 现在是得势了 对 那么看看红方 接下来啊 啊 后边有没有什么这个厉害的手段 对 那么稍后呢 我们将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企友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呢 为大家介绍 郑维彤对陆韦涛的这盘对决 嗯 呃 郑维彤呢 这次呢 还是代表的广东队 嗯 广东队呢 已经两年贯了 对 那么实际在18年的夺冠当中呢 已经是很危险 对 他是后来居上 嗯 最后是第8名 第9 第7名 最后搭上了第6名 啊 最后的摩班车 进军季后赛 对对对 最后季后赛的摩班车 对 人很惊险 但是最后也是 对 拿到了冠军 还是显示出了 这个 是的 综合的比较强的实力 嗯 但是今年呢 呃 应该说他们这个 呃 发挥的呢 就不是特别的 理想啊 当然说他们第一场呢 是战胜了我们经济联队 嗯 后来呢 就是实力了 最终呢 是获得了第3名啊 对 呃 向甲联赛的南甲是 冠军是 四川队 亚军是杭州队 杭州 第三名是 广 广 广东队 对 第4名是 河南 河南 嗯 嗯 第5名是 内蒙古 对 第6名是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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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6队呢 获得了 最终的 全6名哈 对 马泰尼呢 看着呢 挺凶啊 因为你要退向 他马一见 这个棋肯定就安全了 嗯 攻守兼有 红方呢 这个走得很积极 他是先上马 对 准备棋呢 下不棋 我退回向来 你就没有马一见 马就跳进去 是的 那么黑方走到这呢 也实在没有办法 对 他局就过来了 别无选择 他只能去6平2 是的 红方 退向 捉拘 黑方也只能去 只能顺势较将 马才有 对 马能有路 对 马一见 马一见 等于黑方呢 是强行呢 把这个马呢 跳到了卧槽上 嗯 黑方也没有 更好的这个选择了啊 红方呢 现在呢 就马 但他这个走一圈 这个拘比较背啊 对 但这个棋呢 我们临场看呢 就说确实 黑方有一点 难过 嗯 十分被动 但是如果走顽强了呢 可能还是有一些战术机会 嗯 但就需要后边不能再走 大的问题了 嗯 那么换了 肯定是容易合 郑伟同 还是一 啊 这个 这个 锐一进去吧 嗯 那么黑方 鞠九平气 把这个鞠掉出来 啊 这招棋 郑伟同 走得也很快 他鞠二级一 他走得也很快 他先 也是好棋 先防御啊 不让黑方有点鞠什么 还是鞠二推一 这个鞠啊 两个鞠都守你这个马 因为黑方现在的棋呢 嗯 就是在这个马上 嗯 有一些反击的能力 啊 鞠方呢 这个步棋 弓手兼备 是 首先我将来鞠二平六这点 我可以随时到来 对 又有弓啊 威脅你的抵势 又有手 嗯 防御你的草马 对 现在呢 这个棋呢 应该说啊 黑方是比较困难的 是 嗯 当时 我们觉得确实也 黑方呢 有点难下 嗯 事后呢 仔细一研究啊 嗯 这个棋啊 嗯 红方这个中炮啊 嗯 真是威力太大了 是 黑方就 不好下 啊 他实战是先走的 他先实战 G7进3 G3 他先拉住他中炮 对 这步棋也没用啊 嗯 可能还是应该走 G2推2 先把这个G 往一提一提 啊 直接G2推2 对 这步棋也基本上 属于没用啊 嗯 这个郑维同是走的炮屏一 对 炮屏一 郑维同呢 就是很灵活啊 嗯 他看到这个棋啊 就说 高手呢 他的灵活呢 他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啊 嗯 啊 他的依据在什么地方呢 刘瓣 嗯 就是说 他组织进攻 去杀死你也是赢 啊 吃物质 对 消灭你的有声力量 他多兵 将来慢慢残食你也是赢 对 就是说 作为高手来想呢 你要有这种啊 分辨的能力 根据当时的局面呢 来选择不同的策略 对 这个棋主要黑风 G2平六一顶 就把这马顶回来了 是的 就不好竣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吃时机的呢 消灭对方 有时候力量呢 是非常必要的 嗯 所以张伟统选择了泡瓶一 对 但是这个棋呢 如果仔细的来看啊 如果就是仔细研究的话 嗯 这个打冰呢 泡瓶一不如土泡瓶酒 同样吃冰 哦 这个冰就更好 因为这个棋呢 就是更有利于呢 以后发展 如果你G1 我也G2推移 我下午又准备等你下 哦 就是说就是 将来就威胁登一下啊 就是将来我炮点苹果 我再回来 嗯 就打这个兵会更好 嗯 那时代当中呢 当然这个 就是这个鞋 大家这个看出来 也可以直接登像 对也可以直接登像 登像我也是夺像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战术啊 一登像你飞 我一吃鸡嘛 底下是登弓嘛 嗯 所以这个炮 比这个炮要厉害 嗯 那时代当中呢 他是打的这个像呢 打的这个兵 就稍软一点 那么接下来黑方呢 肯定是 他肯定不能对拘 对对 对了以后 扫兵呢 这边也没骑 是的 黑方呢 就尽可能再 来追求一点变化吧 G7一 嗯 然后红帽拘6推移 这张文雄走劲好 守住 张文雄我发现 他这个确实纠缠的能力很强 嗯 就说这个这种拘把炮啊 这番戏他也是 应该说发挥的还是不错的啊 然后接下来黑方走巨大片 对 这步棋呢 就准备一跳 临场我们都挺着急 这个 小鹿同学老不走退局啊 嗯 他终于走出来了 是 走出来了呢 还就是赢得了一些机会 嗯 机会什么时候来了呢 马上就来了 嗯 大家 这个时候就是这维同呢 可能没有注意黑方的一些手段 他就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 他就底线给了一张 嗯 我们摆 好 一张一张 江 他退下 现在只能退下 只能退下 对 换了呢 就是红帽不肯 因为换了以后呢 这两个兵啊太远 是 就是如意对子呢 以后形成合棋 就是黑方呢 有多了一些磨合的这个手段 对 因为他现在巨马还暂时被拉住 所以说红帽这个江啊 嗯 这步棋是一个换棋 就是把优势缩小了 嗯 好 他应该走 比如说连拘啊 或者泡鱼屏五啊 都可以考虑 总之呢 他要是连拘 他也怕他卷二屏四 对 他还是用对拘 他换 反正总之 红帽这个 要是僵了的话 走到这儿 可能也只能泡一屏四了 换了他 我帮 往下看啊 好 他泡鱼退五 泡鱼退五 准备扣中炮叫这样 对 他呀 效率挺高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嗯 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要是走其他的 我一将 然后就登龙巷 嗯 他是有这么一个凶招 当时这个陆伟涛啊 嗯 也没有仔细看 他可能就随手走到一向三级 觉得 最起码别让一将 你把我相登了 对 事后陆伟涛 对这部棋 也是非常惋惜 嗯 他后来就说 他说这个棋走十五斤六 就输不了了 哦 这部棋 我们来看看 他说的对不对啊 嗯 这十五斤六 确实是一个好棋 确实是好棋 这个棋呢 也是郑维同呢 事前呢 没有这个发现 因为十五斤六以后啊 这个往往人啊 有这个 幻觉 嗯 我说他容易看错了 我不是有进马吗 嗯 假设你飞了我 嗯 你用传言思维 我现在泡一江 你无论怎么走 我都能把你拘尺 对 但是走到这的时候呢 他这马刺进五本身啊 他不是杀棋 嗯 黑方呢 可以先叫江 先挂脚 嗯 这是双方在林场都没有看到 嗯 你不能切我呀 我切我 我白吃 你这江不死我呀 嗯 那他只能垫上 垫上的时候 黑方再把它飞掉 小三斤就飞掉 这样再飞 对 就是你泡一瓶我这江啊 江不上了 你江我 我马刺有白灯了 对 我那底炮守着底势 对 那这样的结果 就你只能去吃这个了 嗯 那这个棋就 交换了 容易掌握了 对不对 对对 现在等于你多两个兵 但是还轮到我走 我进去一棋 把中 吃掉一个兵 这个棋正常来看 就是合棋了 是的 你这两个兵必都齐 所以陆伟涛啊 失去了一个 非常这个 但是他在这个 就是局面 稍微处于劣势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忽略说 还有这种比较巧的 这种手段 特别是如果时间 越是劣势的时候 越得去寻找这些 非常手段 嗯 去寻找这些战棋 对 如果你没有这些战棋 用正常的招 可能下去就很危险了 正常下 你少两个兵 就是要输 对 所以说这个 郑伟涛呢 这个姜呢 有点 多此一举 嗯 而这个陆伟涛 措施是56呢 也是 陆伟涛 个人 以及我们的经济联队 都是觉得 非常可惜的一个地方 嗯 他相当近五了 就措施这个机会了 他相当近五 没走出来 相当近五 红棒就G一平六了 就 他G在二路 对 他G二平六 他不会在这机会了 嗯 那黑方好像也没办法吧 他是G二平三 反正这个G呢 绕了一圈就绕出来了 这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 反击的机会 红棒炮一平五 他 戴冲炮又准备 踩冲箱 那他G赶紧跑一步 退回来 对 红棒 对 黑方再G一 那么这一段呢 黑方走得还算顽强 嗯 让红棒呢 没有这个 很顺利的呢 向前推进 他又G二退一 对 他又退一步 然后又G二 还是得退一 嗯 红棒呢 因为老这么走呢 就双方不愿作合 红棒又没有找到 特别佳的线路 但是郑维同呢 确实呢 还是应变的能力很强 对 他呢 一看这条路走不通 他就走G六平八 又战术上紧逼 是 这个旗 退一步看住 嗯 他 也不能回来 回来 他马斯金又 或者对G什么 这个下场 也要输 炮平息 这也可以 对 这个旗黑方应该走G三级 这是 在这个情况下 最顽强的走法 嗯 这个地方 如果走出这轴旗来 嗯 红方呢 要赢旗 还有难度 嗯 那他只能去六七二 嗯 双鞠来捉马 我也不躲了 我就居居屏 没有 正好这个旗呢 红方啊 这个 现在也不太好走 换了就 只是多两个兵 就是棋局没有什么 就很漫长了 对 和其他有望 这儿黑方呢 就是还是有一些 对 战术机会的 嗯 但实战当中呢 黑方没有走出来 这是把他G赶走的 一个最好的策略 嗯 他实战才走G三级一了 嗯 他G防在这儿 真的位置很好 就是得把这个G赶走 对 骑走以后 黑方还有这个机会 谋得何其啊 是 因为这个联赛啊 就最后这个 双方是单败淘汰的 对 他是一个一个上场 每番棋都很重要 对 你看最后那个决赛 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汪洋第一个战胜赵金城了 对 那么最后就为全队 获胜的奠定了一个 特别好的基础 是 那这番棋 陆伟涛输给郑维同了 嗯 那最后我们就弄得很紧张 对 那么这番棋啊 也是决定双方一个走向 他G三对一 啊 然后呢 洪方 进马轿 他跳马 黑方 手泪 他去 哦 对 拼中轿 手中 他如果吃马 他有一个对卡 嗯 然后呢 经常是强健的四驱见面 然后回马 回马就把中兵保住了 对 他准备用马器进武打局 很灵活现在 这个 黑方 炮八斤 炮六斤四 炮六斤五 打马 也是马七斤五 他打他 他G五平六 对 他躲开 他没有办法 因为一挂将G八瓶子杀 洪方走得很灵活 这个马五又退三 对 从这个地方打一下又回来了 回到这边来 其实郑通这盘棋下的质量很高 他G六平五 然后洪方G八瓶子来抓这个死炮 对 这些动作呢都是非常连贯 让黑方呢应接不暇 黑方G三给我把中兵吃掉 洪方炮平八 洪方得把中兵气了 这个地方啊 这个陆尾涛时间太紧了 他应该走最完全应该走G五平右 还能够坚持一下 对 暂时还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 危险也比较危险 因为这个位置不对 人家补一手势 将来这个棋还是容易出危险 下九了还是不好 但是这步棋还是最好的 当地医院只能走这个 但是他这个陆尾涛啊 这个连续这个对方这个马 左绕右绕啊 对 压力很大 实战当中 他对 他有点跟不上这个节奏了 对 时间也很紧张了 嗯 最后他出现了一个失误 对 G五进二 对 他以为有现前后取的 是的 但是郑威同呢 确实呢 新闻眼亮啊 他看得很清楚 然后他就 打掉 对 很简单的一打 他G五一平六的时候 对 因为这个G一旦走开 人家卧槽马尼守不住了 对 所以说这个下打联赛 现在这个快起啊 对棋手的考验 也是全方位的 是的 不仅是技术 应该说郑威同啊 这个也确实有 很强的这个能力啊 嗯 呃 广东队呢 也是一支旌旅 但是今年的呢 也就是19年的那个 嗯 下打联赛呢 最终呢 新军四川呢 夺得了这个冠军 也是呃 发挥的非常不错 是的 嗯 那应该说这个下打联赛呢 也是给职业起手呢 创造了这么多的机会 嗯 也希望呢 下打联赛呢 越办越好 越办越好 对 能够使大家呢 一宝眼福 那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为大家呢 安排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再见 再见